露天集市 长沙市展集 今天是星期天 还比较多 羊鸭,鸡,牛肉45,猪肉12,牛排 牛排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猪肉团贵点是13块 是一年的小猪 水果的价格 有很多卖土鸡蛋的 如果你去过大理山越街那个集市 就那个坪里面那个集市 他这就跟那个一样的 也是开的这个农用车啊 三轮车啊过来售卖的附近的农民吧 可能很多是拆钱不赢的 15块 他这里的物价并没有比我们那个城中心便宜 往这边走就是卖蔬菜的比较多 蔬菜水果的 现在没看见有卖早餐的 卖水果的比较多 水果蔬菜豆子品 豆子品卖相当的比较多 这个菜 那个后面就是菜地 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这个就是从后面菜地里面 拔过来卖的 这个摊子 好大一片菜地哦 这就是这个集市的特点吧 没有比这更新鲜的菜 卖一扎五斤的 那里是卖年拖鞋的 这边主要是卖服装的了 服装和鞋的 摊主都是开着国民神车的 过来售卖的办摊 这个集市没有很特别的东西 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咸的发芳的话也可以过来逛一逛 这里有烟丝 这一般农村集市才会出现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卷烟的鸡杂 虽然还有卷烟的鸡杂 这个烟丝最便宜的是五块钱一斤 新鲜的花椒 红花椒 青花椒 这些汤味道是挺多的 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特色 特色就是在高楼中间 然后后面有一块菜地 有的摊主是直接从那个菜地里面 拔菜出来卖的 保温杯 锅碗瓢瓢盆 高压锅 红霜洗的 瓷器 你如果有机会去李林的话 可以免费捡 烤牛肉五十块钱一斤 送饭酒 这种香烟带了盐吗 有盐了 都味了 还是楼河 这是多少钱一片呢 五块钱两会 五块钱两会 这个集市就在延连航脉酒店的对面 停车也好停 然后门口有一趟公交 是杨丽四喝酒开机 这一片区域全都是楼盘 可能没什么 那个农贸市场啊 配套设施 所以这个赶场的生意还都比较好 这个集市这一站叫做沙子堂 魅力之城小学站 有六趟公交 好 病毒 谢谢观看